2.临终关怀与死亡危机干预 人临终之际身心深受痛苦 最需要关怀照顾 现代医学发现 病危时没有精神支持网络的人 尤其是男性 死亡率比具有精神支持网络者高三倍 西方天主教于1967年创办善忠愿 提倡对重病垂危宾死者 给予善终照顾或临终关怀 Hospice 对其作为全人的身体 心理 社会 心灵 各个层面的需要 给予关怀照顾 进行心理辅导 帮助其解除痛苦和恐惧 比能平安 尊严地迎接死亡 此后 临终关怀逐渐受到重视 行施一系列临终照顾的安宁病房 现在已在西方普遍设立 国内首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 1989年由天津医学院与美国一大学合办 佛教其实有久远的临终关怀传统 长期以来自觉进行临终关怀工作 形成了甚为丰富的临终关怀操作体系 佛陀生前便经常做临终关怀的工作 如《杂阿含卷5》第103经载 有一位纳居罗长者年120岁 雷烈苦病 网见佛陀 请求长夜安乐之道 佛陀教他 于此苦患之身 常当修学不苦患身 然后教给他如实观察 五蕴五常 涅槃寂静的方法 使其获得解除死亡恐惧的智慧 《童经卷三期》第1023经载 我求纳比丘 未断五下分结病毒 佛为种种说法 断五下分结 当命中时 诸根喜悦 颜貌清净 肤色鲜白 第1024经载 比丘阿师波氏病毒 未惧退失 佛为说法安慰 不起诸漏 心得解脱 欢喜永悦 欢喜永悦故 身病疾除 第1025经载 以年少心学比丘病毒 佛网说法 分明结了得班涅槃 不久命中 临终时 诸根喜悦 颜貌清净 肤色鲜白 佛陀还教诫弟子 应以智慧和慈悲 积极从事临终关怀 杂阿涵卷41 第1122经载 佛告 难题等居士 有智慧的优婆赛 居家佛弟子 应当看望 被疾病痛苦折磨 迟早要命中的 佛教徒 根据其具体情况 以能使其获得 安乐的法门教诫说法 首先 应教其于 佛法僧三宝坚定信心 这叫做三种苏息处 三种能使人精神 获得安息的归宿之处 然后教其 不顾恋父母 不顾念妻子奴婢财产 若病人 顾恋人间的五欲 应说明 人间五欲 恶路不敬 败坏臭处 不如天上圣庙五欲 教其志愿生于天上 享受更为圣庙的五欲 进一步说明 天上圣庙五欲 一属无常 变坏之法 也不值得贪恋 应当舍离 心求涅槃 寂灭之乐 如是先后次帝 教诫教授 令病人趋向涅槃 甚至获得涅槃 犹如比丘百岁 寿命解脱涅槃 佛弟子颇多实践 佛陀 教诫者 如 僧依阿含经 卷四十八载 舍卫国 阿纳奋齐 给孤独 长者病毒 佛弟子 舍利福 以天眼见之 命阿难 前往看望 为说念三宝法 第一空法 令长者悲弃提灵 不能自止 解除了死亡畏惧 之后不久善终 生于三十三天 佛教还将关怀临终者 列入戒律而制度化 四分律形式超说 上座法师 应到重病垂危的僧人那里 为之说法 说明人生 时不带遗物来 此时也不可能带遗物去 叫其舍弃一切爱恋之情 将遗物等布施大众 称赞其一生修行的功德 令其欢喜 正念不乱 往生善处 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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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其律 卷三十四载 僧尼为亡人 师福咒怨祭云 一切众生类 有命皆归死 随归 随归善恶行 自受其果报 行恶入地狱 为善者升天 若能修行道 漏尽得泥环 大唐西域记说 印度齐桓经社 在寺院西北角 设有专门安置照顾 重病僧人的无常院 安排重病僧尼 住宿院内 意在令其文明健体 体悟一切法无常 而消解死亡焦虑 据此 中国佛寺中 设有无常堂 严寿堂 往生堂 涅槃堂 重病格等 专供老病临终的僧尼居住 给予照顾 四分律形式资池记 说临终的僧尼 应安排住在往生堂 投靠西方 面向墙上挂的 西方三圣像 可设置供佛藩 为之沐浴更衣 轮流念诵圣号 说法释导 开导安慰 四分律南山超 详说 无常堂安置法 堂内 安置以阿弥陀佛立像 涂成金色 其左手中指 细衣五彩帆 翻脚坠地 为病重比丘 洗玉换衣 安置佛像后 左手直翻脚 做随佛往生之意 看望者应为其烧香散花 命僧念诵 经咒佛号 若病人 有土唾及大小便 看望者应随时除去 佛教界 还为临终者 做法事超度 赤中金粮之类 专讲如何为临终者 进行关怀工作的书 在教界流传颇广 大乘佛教的临终关怀 还有通过做福 念佛 诵经 明忠心等 为临终者消除业障 超生善处之法 地藏菩萨本愿经 立意存亡品说 父母临终时 眷属不可杀生 拜祭鬼神 而应为之设福 或玄翻盖 燃油灯 或诵读佛经 或供养佛菩萨像 或念佛菩萨 辟知佛名字 能消灭其 必堕于恶道的重罪 临命终时 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 舍宅财物 宝贝衣服 速化地藏形象 或使病人 未中之时 眼耳见闻 知道眷属 将舍宅宝贝等 为其自身 速化地藏菩萨形象 世人若使夜报 和受重病者 承思功德 寻及除愈 受命增益 世人若使夜报命尽 应有一切罪障业障 令堕恶趣者 承思功德 命中之后 即生人天 受圣妙乐 一切罪障 息皆消灭 临命终日 得闻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一辟知佛名 不问有罪无罪 惜得解脱 同经如来赞叹品说 对久卧病榻 常做噩梦 年中较苦 凄惨不乐的垂危重病人 即神志不清的植物人 家属应在病人前 对佛菩萨像 高声读诵此经 或高声告诉病人 我们为你将财物施舍 用以见识 造像 印经 共僧 若已死亡 于一至七日之间 继续读经 禀告 能使亡者诉殃重罪 永得解脱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言 若重病人死向现前昏迷不醒 自觉浑神被阎王靠问 其亲属朋友 若能为笔归医 药师流离光佛 请僧转读此经 燃七层之灯 玄五色续命神藩 或经七日 乃至经三十五日 四十九日 并忍神时便能回还 如从梦觉 苏醒后 会自以之 善恶夜报 永不作恶 《凡网经》 卷下所列四十八条 菩萨戒之 第二十条 步行放救戒规定 在父母兄弟死亡之日 应言请法师 讲菩萨戒经律 为之见福 令得见佛 生于人天 若不而者 犯轻够罪 净土宗所奉 净土三经之一的 《观无量寿佛经》说 一生多造恶法 即毁犯五界八界僧尼界 临终时 地狱众火 一时俱至的众生 临终时 与善知 实为说大成经题目 赞叹阿弥陀佛功德 教令念阿弥陀佛名号 皆能灭多劫生死重罪 往生西方净土 《华严经》 卷十五贤手菩萨记 为菩萨放光 明见佛 此光觉悟将莫者 令于佛所 令于佛所身归养 令随意念 见如来 命中得生 其敬国 见有临终 劝念佛 又世尊相 令善敬 彼于佛所 身归养 事故得成 此光明 佛说 无常经 赴临终 方绝云 令病人 又累而卧 合掌至心面 向西方 为宣说 净土因缘 庄严 及十六观等 令病者 心乐生净土 赴教地观 佛身相好 称念 阿弥陀佛名号 据此等经意 大成佛教徒 多于亲友临终前 严僧 或召集 众居士 诵经念佛 特别是 净土 宗信徒 更多于 连友 亲友临终时 约及连友 热心 看护安慰 劝导念佛 或齐声念佛 造成一种集体祈祷的气氛 以帮助临终者 保持正念 心无痛苦 在念佛声中 怀着必然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 欢欢喜喜地 去那究竟安乐的家园 此名 祝念 现代印光法师 教人临终三大药 第一 善巧开导 安慰 令声正信 第二 大家换班念佛 以助敬念 第三 切切搬动哭泣 以防误事 现在 有用念佛机 给病人 仿念佛的录音 也有 很好的 助念 安慰作用 佛教界 经常报道 因为助念 而使怜有 病情减轻 正念分明 现往生 瑞相之势力 中国佛教 还有位临终者 机中明庆之志 称 无常中 无常庆 机中 凡语 见锥 本为 召集僧众的信号 见 僧医 阿含经等 复法藏 因缘传 为 印度 记逆诈王 死后 度为 千头鱼 有 剑轮 长绕 其身 而传 因文 罗汉 机中之声 剑轮 生于空中 佛祖 统计 卷六 即 智者大师 临终时 告 维纳 寺院中 专司 仪式者 人命将终 文中 庆生 增其正念 为常为久 弃尽 为妻 唐高僧传载 有王者托梦 为僧 智兴 机中 深圳地府 受苦者 皆解脱的故事 中国 中国佛寺 在机中时 祝愿一切众生 闻生 惜苦 故 终生 成为一种 代表佛法的 信息符号 又提醒 正念 解除 痛苦的作用 庆为 念佛 诵经时 所用乐器 与钟 有同样的作用 藏传佛教 在人临终前 直到死后 言请僧人 念诵 《渡王经》 讲解 临终死后 解脱之药 修 泼瓦法 帮助其 往生 净土 善道 与汉传佛教的 超度法事 和净土宗的 助念法 有 异曲 同工之妙 都有安慰临终者 及其家人之孝 比医学界的 临终关怀 自是高出一筹 据称 密法修持成就 神通广大者 可用 泼瓦法 随意超度 亡人神识 往生净土 叫做 送生 一般认为 只有正道 出地菩萨以上 才可实际 超度亡者 美国人 奈温 年轻时 沉溺于 藏密 回国后 伴走向死亡的人 宋别之家 与临死者 对话 教他们将死亡 当之 接近人格 完成的时刻 当代佛教 在人间佛教 思想指导下 越来越重视 临终关怀 台湾汇律法师 编著的 临终备来一书 述临终关怀法则 慎息 说首要之举 在于关怀 临终病人心灵的需求 趁其神智清楚时 探问 有何疑愿 及未了之心事 极力应成 满其所愿 劝其放下万元 一心念佛 惠者法师提出 心灵照顾的三部曲 第一步 帮助病人确认病情 知晓存活期 还有多少 在这段时间里 应该如何做 第二步 帮助病人 整理自己的思绪 写遗书 安排后事 想象 向亲朋好友 到最后一生再见 第三步 协助病人 观想死亡的景象 向自己 漂浮在身体的上方 俯瞰一切 圣言法师认为 人的过世 不是丧事 而是喜事 是庄严的佛事 应替王者诵念 三规一文 进行临终住念 佛教办的安老院 在临终关怀方面 积累了大量经验 如天津 赫童老年公寓的 具体做法为 一 在病人房间西墙上 贴西方三圣像 二 家属对病人 应真切孝敬 病危时 要组织住念团住念 全家为病人吃素修复 并告知病人 三 病危时 要了解患者 有无牵挂之事 若有 应及早解除 劝其放下一切 安心念佛 往生净土 四 病人见到恶行等而恐怖 说明这一切 皆是心识幻化 要一心念佛 自然会消失 不必恐怖 若病人 害怕死亡 而悲哀痛哭 说明死亡 是 离苦 屈乐 如 有此归家 囚徒 出狱 有何 恐怖 焦虑 若病人 怀疑自己 不得 往生 西方 劝其 具足 信心 五 人死后 二十四小时内 不动其身体 不哭泣 六 丧事 从简 火葬 四十九天内 为王者念佛 诵经 作福 当代佛教界 一般强调 尽量使临终者 正念分明 得以往生净土 从而反对使用 插气管内管 做心脏按压 电击等方法 做无用的急救 甚至不主张 注射强心剂 马飞等药物 延长死亡过程 减轻临终时的痛苦 认为 这会扰乱临终者的正念 临终之际 致死亡之后 寄亲属哭泣 及搬动尸体 现代医学发现 人临终之际 陷入无意识 只有听觉 可以保持到最后 证明 佛教的临终注念法 却能令王者听到 起码起到精神安慰的作用 临终关怀的 另一项重要内容 是对王者的家属 提供全家照顾 进行咨询 协助他们减轻哀痛 这属于死亡危机干预 其方法 是对王者家属 进行安慰 讲清人死 不可复生 死亡乃自然规律 过度的悲伤 只会损伤自己的身心 劝导他们节哀 佛教早就有这一传统 佛陀在世时 即经常做这一工作 如法句辟语经卷五载 一婆罗门的爱子 上树采花 只舌摔死 全家哀痛 怨天尤人 啼哭不止 佛乃往其家问候抚慰 以无常的道理 和宿命夜报相劝 使这家人不再哀痛 波斯逆王女 命过止佛经载 波斯逆王爱女顽固后 极为愁苦 佛为广说 一切恩爱皆当分离 所生之物必当败坏 使王领悟释怀 增一阿含经卷二四载 波罗奈国文 屠王最宠王最宠爱的第一夫人死后 国王极怀愁闹 不食不饮 不治王法 不理王室 佛弟子 纳罗陀罗汉 未说 欲使不老病死 不失去所爱等不可得之理 交其思维 我今失去所爱 并非只有我一人如此 一切人都必如此 如果我因此忧愁悲痛 是不明智的 这样只会使亲属更加悲痛 仇人冤家 庆幸欢喜 会令人饮食不得消化 因此治病 折寿早死 你这样想 便能拔除忧苦之次 国王听后当下见笑 所有愁苦 今日永除 归依佛教 《杂阿寒经》卷四四 第1173经载 婆罗门妇女婆四诈 因六个子女相继死亡 悲极发狂 裸体乱跑 陆遇佛陀 当下清醒 急得本心 听佛说法 欢喜作礼 之后 他的第七个儿子夭折 他也不再悲痛啼哭 佛说解忧经 记载了佛说 解除亲属 顶固固忧苦的记者 爱别离最苦 忧火震烧燃 若欲自安心 端居作观想 譬如群鸟兽 暂聚各纷飞 生死人 生死人亦然 云和怀忧苦 三界大轮回 无有免私者 平等寿无常 云和怀忧苦 唯有正等觉 是其依仗处 信守辱地听 能解诸忧脑 张书美 失落与悲伤的 面对与超客 应用佛家的见地 开出自我治疗的 悲痛的药方 透视失落与悲伤的本质 看清自己的肉身生命 以及人我关系等 都是因缘假合 必然都会随因缘变化 而消失 则该去的就会去 会来的也终会出现 如是平等看待 则失去了也不是失落 悲伤也无需太过 四分律规定 僧尼若死亡 前来吊咽的客人 应该到尸体前 聚疑设理 握王者弟子之手 好言安慰 以减轻其哀痛 疲尼母论说 僧尼死亡 应和四众僧 并送葬所 这其实也是对存者的 一种心理安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